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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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se 不止是咖啡 這杯就是抹茶朱古力咖啡 因為我見到的名字是抹茶 原來它不是抹茶咖啡 是抹茶朱古力咖啡 剛剛也拿出來看過 有拉花的 這個我會先給它一個讚 外賣有拉花 這個一定要讚 雖然我覺得是基本 老實說挺好喝 但味道有點複雜 即是我既喝不到抹茶的味道 我反而是喝到幾出的咖啡味 但是不錯 味道也蠻重的 首先要強調這杯是一杯 垃圾類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奶泡也蠻厚的 看一看 我看看要不要打個漂亮燈給它 這樣好像清晰一點 起碼知道它的顏色是怎樣 看起來就好像一杯普通的咖啡 你完全不覺得它加了抹茶在裡面 喝到了 在咖啡味的回甘之中夾雜著一些可好的味 我覺得它三種味道都挺平衡的 不會說各自搶到對方的味道 但是相對來說抹茶的味道就會偏弱的 但是口感挺滑的 普京的頭一斷之後 現在不會再說太厚了 你看看 比我想像中好 因為我看完OpenWise 很多人的review 我估計它都是一間偏打卡類的 但是 出來的效果我覺得還可以 起碼該做的東西它有做 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 這個沖的飲品 有抹茶有滑朱古力有咖啡 混合這麼多的東西 我覺得它沖得算不錯 今集說到這裡先 非常簡短 因為這杯東西 就不想說太多廢話 好又好又不好又不好 我覺得整體來說都算幾好的 四十四元這杯東西 不是特別便宜 亦都不是特別貴 但是我覺得它叫做足它本分 撇除了其他因素的東西 我單憑單論這杯東西 我覺得是不錯的 不錯的滿意的 只要我講的其他因素 就是大家在網上看到那些關於它的食評 或者看見到它打卡 那些人拍出來的相片 甚至它的評價 這間店是鬼於參觀的 譬如有些人說 員工態度慢慢的 有些人說食物不行 但同時有些人說 食物很好 食物我沒有吃過 我不明白 那員工的態度 我單憑買外賣那幾分鐘的經歷 我就覺得一碰碗 不是特別好 也都不是對差 那自己也意為了 那大家多支持 我們是Digit from Deutsche K Like & Subscribe 我們都會繼續去發掘 多些良心小店也好 或者開始找多些 不知道是不是良心小店也好 總之是小店 我們想找多些小店 大家有idea的 不妨留言說說 那下集再見 Cheers 阿們 會